第六九一章 嫡媳 欲望 燃指青春 带头大哥七仔等人 刚刚转职成顶级职业 对顶级职业的技能 还不太熟悉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熟悉 很快地掌握了这些技能 对技能的威力 也有了充分的了解 不过他们 都没敢在这里使用静咒 一方面静咒的冷却时间太长了 不能轻易使用 另一方面 静咒威力太强 容易误伤 聂炎没有参加的情况下 PK最后的结果 黑色地狱的胜率 是十战七胜 胜率最高 其他人胜负 基本上对半折 有的只赢了四次 大家的技术相差并不多 说赢很多时候 都是各自的职业 岂能决定的 战士对盗贼 基本上能达到七成的胜率 法师对战士 能达到八成的胜率 盗贼对法师 能够达到七成的胜率 至于牧师 黑色地狱是擅长PK的按摩 另当别论 带头大哥七仔胜率稍低一些 不过作为团队中 最强大的补给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血库 他们的职责并非PK PK性的技能较少 都是各种增益魔法 技能和治疗技能 胜率较低 是非常正常的 不知道我们工会 什么时候 才会出守护骑士 守护骑士的技能怎么样 欲望燃指青春道 圣骑士 是一个全能型职业 各项技能比较均衡 但他们的PK能力 一直是不容小觑的 应该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璀璨刀光道 牛人部落的圣骑士 相对其他职业来说 较为薄弱 聂严心中不免有一些忧虑 牛人部落顶级的圣骑士 数量不够多 不管是战场上 还是下副本的时候 圣骑士都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角色 看来得想想办法了 聂严等人在乌特雷德山 PK切磋的消息 很快地传开了 越来越多的玩家 涌向乌特雷德山 他们想要见识见识顶级 职业PK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盛况 不过等他们陆续赶到 乌特雷德山的时候 草原和丛林 玩家们依稀可以想象 当时是怎样的一番场景 这里的景象 被拍成了视频 传到了论坛上 还有一些玩家 录制了欲望等人 PK时的场景 由于那些人距离很远 所以拍得非常模糊 只能依稀看到 欲望等人 PK时的情景 但是具体欲望等人 打斗的情况如何 根本无法看清楚 但欲望等人使用的 魔法的强大威力 还是让玩家们 感到非常地震惊 顶级职业好强 努力练几吧 说不定 你们哪一天 也可以转职成魔导师 银武 圣剑士 论坛上各种评论都有 玩家们对聂严等人 充满了羡慕和嫉妒 转职顶级职业 对于他们中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聂严等人乘坐在飞行坐骑上 朝南方飞掠 聂严老大 我们去哪 欲望染指青春问道 莫不是 你准备去神圣守护吧 一向话不多的笑容 不是为我看向聂严 因为往南方飞 过几座山脉 便是科隆多城 神圣守护的老巢 去神圣守护的地盘逛一逛 聂严笑笑道 聂严说的逛一逛 绝对不是到那边游玩那么简单 众人都明白了 聂严这是要找神圣守护的茶 这段时间 亡灵法师伯德曼和卡尔斯之间 正玩着躲猫猫的游戏 暂时是不会出现了的 亡灵大军数量太庞大了 需要将牛人部落的顶级玩家们 全部动员起来 一点一点将他们消耗掉 另外巩固好城防 不能给秦寒的亡灵大军可乘之机 神圣守护 诸神之剑 关暗帝国这些工会是秦寒的语义 想要重创秦寒的墨内财团 单单干掉一些骷髅是不够的 所以聂严决定对那几个工会下手 牛人部落刚刚出现一批顶级职业 而其他工会诸如神圣守护等等 连一个顶级职业都没有 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 一听说聂严要去打神圣守护 欲望 SUN等人都兴奋了起来 虽说对十二个人能否挑得过神圣守护 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 但他们晋级顶级职业之后 都有些手痒的不行了 飞行了二十多分钟之后 聂严等人朝远处看去 一座灰红的要塞 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内 那正是神圣守护的主要色克鲁克斯 坐落于半山腰上 高耸红尾 灰白色的墙体 城墙上布满了一座座黑色的炮塔 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震撼 科隆多城多山 到处都是层蓝起伏的山脉 投石机 想要进入科隆多城 难如登天 所以这里的要塞 通常一手难攻 神圣守护 从游戏刚开服 便在科隆多城经营 统治这里之后 便一直没有人打到他们的老巢 虽然在克里普斯要塞 和明月之城的溃败 给神圣守护 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但凯旋帝国 战刀适血 法师联盟等工会解散之后 一部分人加入了神圣守护 反而令神圣守护 更加壮大了起来 神圣守护 稳稳地安于益于 将科隆多城经营的 犹如铁桶一般 他们丝毫不担心 其他工会会攻进来 因而神圣守护的 主要色克鲁克斯商业 极其繁华 城市的轮廓 甚至比牛人部落的 克里普斯要塞 还要大上一些 商人们 在克鲁克斯的投资 都早已收回 不断地扩大他们的经营规模 让这座要塞 变成了真正的商业之城 由于商业的繁华 和莫内财团的注资 神圣守护 非常有钱 他们已经将 克鲁克斯要塞的城墙 升到了高级 几十码高的城墙 给人一种极大的压力 城墙上摆放了 上百门魔导火炮 每天都有大量的卫兵 在城墙上巡逻 手背非常森严 没想到 神圣守护的要塞 搞得倒是不错 笑容不是为我的 笑容不是为我的话 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 目前 就连克里普斯要塞的规模 都比不上克鲁克斯 我觉得商业搞得好 是各自的实力 商业发达 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 迟早的完蛋 水色烟头道 他个人更崇尚实力 牛人部落的 克里普斯要塞 起步较晚 期间 遭遇过一次围城 对商家们的信心 有一定的重创 地理位置等因素 也比不上克鲁克斯 但由于牛人部落的 强大实力 地盘逐渐扩展 影响力越来越大 商家们对牛人部落 信心越来越足 纷纷进驻克里普斯要塞 克里普斯要塞 也算是稳步发展 不过这一次亡灵复仇 对牛人部落 也有一定的影响 导致了克里普斯要塞 一些商家撤走 聂岩也不得不 极度神圣守护 把克鲁克斯搞得这么好 神圣守护 肯定赚了不少钱 不过随着他们的到来 这一切都该终止了 聂岩等人到了 克鲁克斯要塞的上空 雷素对聂岩道 我们先下去了 聂岩点了点头 雷素 璀璨刀光和水色烟头 把他们的空气收了起来 纵身朝克鲁克斯要塞 跳了下去 从几千码的高空直坠而下 克鲁克斯要塞中央的工会总部 圣燕 狂法 嗜血狂刀 破天四人正聚在一起 自从狂法 嗜血狂刀 和破天的一部分人马 加入了神圣守护之后 他们便成为了 除圣燕之外的三大巨头 神圣守护 有将近三成的人马 是他们三个人带过来的 秦寒的骷髅大军 进攻牛人部落的要塞 几次误过 就停下来了 虽然扫掉了边缘几座要塞 把狂战联盟 战神部落分割开了 但是牛人部落的主力 没受到什么损伤 要是这样下去 骷髅大军迟早要被消耗干净 秦寒给我们发消息 要求我们拍部队 配合他们攻打牛人部落 你们怎么看 圣燕看向狂法等人问道 他眼睛微眯 由于狂法 嗜血狂刀 破天势力很大 他不得不迁就他们 以维持工会内部的团结 要是骷髅大军被灭 牛人部落喘过气来 他思维相对比较简单 纯王齿寒这个道理 他还是懂的 你们怎么看 圣燕看向旁边的狂法和破天 狂法露出一丝奸哗的微笑 道 我们何必那么着急 等诸神之剑 和光暗帝国那边的动静 我们再做反应也不迟 我也是这个意思 破天道 圣燕沉阴片刻 点了点头 他们确实没必要做出头鸟 这是网上流传的视频 你们看过了吗 圣燕给破天等人发了 一段视频道 破天等人扫了一眼 点了点头 对顶级职业 你们怎么看 圣燕道 一想到牛人部落 有强悍的12个顶级职业玩家 而他们工会一个都没有 圣燕不禁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 我们工会也有几个突破了百级 赶紧让他们转直去吧 不然要被落下一大截了 破天表情有些阴沉 他明白 牛人部落正在 不断地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 他们正聊着 克鲁克斯要塞的警报 突然响了起来 尖锐的声音 划破天空 有嫡息 圣燕神色一变 第六九二章 碾压 神圣守护 一直聚守克隆多城 附近几个城市 没什么强敌 因而他们相对 是比较安全的 从没有哪个工会 敢于杀到克鲁克斯 牛人部落 虽然有这个实力 但遭到各方面围堵 早已自顾不暇 是谁拉响的魔法警报 圣燕在工会群聊里问道 是风月 他乘坐飞行坐骑回来的时候 发现克鲁克斯上空 有不明身份的空骑部队 立即有玩家回答道 圣燕皱了一下眉头 空骑往往会被各个工会 当作发动进攻的先头部队 他不敢大意 立即开始调动 克鲁克斯要塞里面的部队 克鲁克斯附近 有敌对工会的部队靠近吗 目前没有发现 扩大侦察范围 其他人跟我到中心广场集合 把所有空骑聚集起来 防空魔导火炮准备 圣燕下达指令道 在圣燕的调动之下 整个要塞迅速地运转起来 跟我一起出去看看吧 圣燕看向狂法等人道 狂法等人点头 现在他们也算是 神圣守护的一员了 虽然不甘心屈居于神圣守护 但也没有办法 他们正准备往外面走 突然听到轰轰轰三声巨响 地面剧烈地震动 盛燕脸色一变 在工会群聊里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已经有人攻进了克鲁克斯 就在距离神圣守护工会 总部不远的地方 雷素 璀璨刀光和水色烟头 陆续从天空中落下 砸进了几栋店铺里面 将那些店铺的屋顶踩穿 进阶圣剑士和神武士之后 他们的身体强度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圣剑士和神武士的职业天赋 是减伤 普通摔伤 对他们已经完全无效了 雷素稳稳落地 下落的冲击力 令他身体不由自主地下蹲 脚踩的地方 是店家铺设的侵蚀地面 已经完全战裂成了碎片 店铺里有一些玩家正在买东西 看到雷素突然从天而降 一个个愕然地看着雷素 阻止住下落的姿势之后 雷素站了起来 扫视了一眼店里的所有人 沉声道 牛人部落雷素在此 无关玩家离开 我们只杀神圣守护的人 雷素的声音宛如炸雷一般 令这些玩家们的耳膜 嗡嗡作响 他们朝雷素看去 雷素身材比他们高了一个头 全身包裹在 厚重的金属重甲之中 金属重甲 在阳光下反射初次目的金属光泽 宛如一个高大天神一般 他们不得不抬起头来仰望 居然是牛人部落的人 这些玩家们有些愕然 牛人部落的人 居然已经杀进了 克鲁克斯要塞里面 砰砰 两道魔法轰击在雷素的身上 雷素的头上 飘起了两个大大的 MISS 雷素朝魔法的来源看去 是两个法师 正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雷素冷哼了一声 似不量力 他一箭麾下 一道弯月形的剑气扫了过去 那两个法师来不及躲闪 便被这道剑气所吞没 发出两声惨叫 化作了两道白光 店铺的墙面被这道剑气斩成了两节 阳光从裂口处透射了进来 这里没有神圣守护的人了 雷素朝前走去 一面墙挡在了他的驱路上 他一拳轰出 砰的一声 碎石飞溅 墙面崩塌出了一个出口 毫无阻碍地朝出口处走去 只留下了十几个玩家 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另外一边 璀璨刀光和水色烟头 从他们所在的地方走了过来 和雷素汇聚到了一起 在大街上碰到的任何一个 神圣守护的玩家都毫无疑问地被斩杀 他们经过的地方 一路浮尸 我们要不要等念言他们过来 雷素看向璀璨刀光和水色烟头问道 璀璨刀光摇头道 神圣守护的工会总部就在附近 我们杀到他们工会总部去 今天一定要杀他的痛快 水色烟头豪气冲天地道 虽说克鲁克斯是神圣守护的主要塞 在这里活动的玩家多达百万之众 单单神圣守护的就有十多万 不过他们分散在要塞的各处 估计大部分人还不知道 杀到了他们的老巢 这么大个要塞 神圣守护的人想要把他们三个堵住 恐怕不太容易 克鲁克斯要塞的警报声 一阵又一阵 划破天空 要塞里面绝大部分玩家 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情况 已经乱作了一团 就在水色烟头等人说话 知己 一群摆来个神圣守护的玩家 从街道尽头朝他们这边涌了过来 是牛人部落的 大家堵死他们 领头一个手持中盾的盾甲战士 开启冲锋 朝水色烟头等人冲了过来 后面的战士跟着一拥而上 想要凭借人多 将水色烟头三人阻结在这里 眼看着那个盾甲战士冲到跟前 璀璨刀光爆喝了一声 向前一步 左手的中盾狠狠地朝来人砸了过去 一股沉重的压力扑面来 那个盾甲战士心头一领 赶紧举盾招架 砰的一声 两面中盾撞击在了一起 那个盾甲战士手里的中盾 就像瓦片一样 瞬间支离破碎 一股强大的力量撞击过来 令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倒飞了出去 璀璨刀光又迈前一步 右手的单手剑一剑砍下 一道白光闪过 那个盾甲战士被他一剑斩杀 后面神圣守护的牧师 正准备给那个盾甲战士丢一个治疗 但他的治疗还没来得及吟唱完毕 就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95级的盾甲战士就被这么干掉了 那个牧师目光有些呆滞 在雷速等人看来 这群玩家便如同蝼蚁一般 顶级职业跟普通的一转职业 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由于顶级职业天赋的关系 他们三个人的防御 比这里的任何一个战士 都高了一倍以上 普通玩家对他们的攻击 最多只能造成三位数的伤害 而且经常会出现 MISS 他们每一个人 至少都有五六万血量 血牛级的璀璨刀光血量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八九万 他们绝对是货真价实的重型坦克 回去告诉盛宴 牛人部落的水色烟头大爷 过来收债了 水色烟头沉声道 他一剑麾下 三个战士被斩飞了出去 猛的一个冲撞 撞开两三个战士 冲到了后面一众法师群中 十几个神圣守护的法师 惊慌失措地想要朝外面逃跑 但是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水色烟头低吼了一声 狂暴旋风斩 以水色烟头为中心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剑气风暴 周围的十多个法师 全部被秒在了地上 水色烟头 雷速和璀璨刀光的攻击 实在太凶猛了 辅忆接触 一百多个玩家死掉了三成 溃不成军地四散奔逃 恨爹娘没给他们多伸两条腿 雷速等人追杀了一阵 站住脚步 地上已经遍地都是尸体 雷速瞄了一眼 地上掉落的那些装备 问道 要不要这些垃圾装备 雷速本人对这些装备 是完全看不上眼的 不过牛人部落下面那些玩家 可能会有需要 于是他便开口 询问璀璨刀光和水色烟头 把好的装备捡起来 暗金集以下的全部不要 璀璨刀光道 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 捡取装备 挑写好的就行了 才过了十几分钟 雷速等人便已经冲到了 神圣守护工会总部的外面 神圣守护工会总部大门紧闭 大门高达五码 全部用金属构造 上面布满了一个个铁钉 看起来森严微然 雷速静止走到大门前 拳头上凝聚起一股股强大的劲气 爆吼了一声 一拳猛地击出 轰砸在大门上 全身一股汹涌澎湃的能量 从身体的各处 朝右边的拳头涌去 这是雷速从聂岩那里学到的技巧 能让全身的能量融会贯通 相比之下 作为一个拥有力量天赋的圣剑士 他施展出这样的技能来 绝对比聂岩要恐怖得多 只听轰地一声 大门四分五裂 变成了一块块碎片 坠弱崩塌了下来 三个人一起冲进了 神圣守护的工会总部 此时聂岩等人 也用各种方式 从天空中降落了下来 进入了克鲁克斯要塞 唐瑶望燃指青春 一进要塞就兴奋了起来 对于他们来说 克鲁克斯便是他们纵横驰骋的战场 神圣守护的崽子们 恐惧吧 还好吧 站立吧 你们的要子爷爷来了 唐瑶大笑道 一挥法杖 天空中一道道黑色的烈焰 朝远处的玩家们轰击了过去 白马开外 顿时一片凄厉的惨豪响了起来 听到唐瑶学父本里BOSS的台词 让聂岩等人不禁玩耳一笑 发现聂岩等人出现在要塞里面 神圣守护的玩家们 成群结队的朝聂岩等人这边聚拢了过来 试图阻截他们 欲望燃指 青春喉咙里 发出两个沉重的阴结 一道粗壮的雷柱 从天而降 轰的一声 将远处两栋建筑和百来的玩家 瞬间扫平 聂岩纵身攀上了一栋几十码高的建筑 居高临下的扫试整座要塞 查看整个克鲁克斯要塞的情况 目光忽然撇到五六百码开外的一条小巷里 一个身影一闪而过 聂岩的眼睛骤然细眯了起来 那个身影 他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神圣守护的老大盛宴 第六九三章 围堵 牛人部落的突袭 令神圣守护猝不及防 短短片刻 死在聂岩等人手里的玩家 就已多达两三千 克鲁克斯的商家和普通玩家们 赶紧带上自己的东西 用回程卷轴撤离 一座繁华的要塞 才过十几分钟 就撤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神圣守护的人 欲望燃止青春 唐瑶和谢瑶 无疑成为了这座要塞的梦魇 他们破坏力及其恐怖的魔法 将接到上朝这边 涌过来的神圣守护的玩家 全部轰杀 他们三个人的攻击射程 都已经达到了接近白马 普通玩家甚至没办法靠近他们 即便有人靠近过来 加持了风行的魔导师 也不是他们能够追得上的 一群盗贼朝谢瑶围拢了 过去 才刚刚进入谢瑶身周十多马的位置 只见谢瑶挥动法杖 吟唱了一段咒语 禁止领域 周围所有盗贼全部停住了脚步 陷入了禁止状态 身体慢慢显现了出来 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技能 一下子全部中招 光辉审判 谢瑶又一回法杖 一道巨大的圣光轰击了下来 砰砰砰 十多个人都被轰飞了出去 唐瑶 谢瑶 欲望等人就在这附近活动 以周围的一些建筑作为掩体 秒掉了一群又一群的玩家 聂言看到下面没什么问题 纵身从屋顶上跳下 迅速地消失在了小巷之中 朝圣燕所在的地方略去 聂言 我们进了神圣守护工会总部 但是没有发现 圣燕 璀璨刀光在对寥理道 神圣守护工会总部就几个小喽啰 全部被干掉了 水色烟头 语气颇为郁闷 他们进入神圣守护工会总部 正是想擒贼仙擒王 没想到铺了个空 没关系 我已经发现 圣燕了 交给我吧 聂言笑了笑道 听到聂言说发现圣燕 他们便不再为这个事情烦心了 还从没活着跑掉过 神圣守护工会总部中央的大厅 这里非常开阔 一根根高达十几码的柱子 处立在大厅的两侧 上面布满了各种浮雕 看起来恢弘雄伪 妈的 神圣守护还真是有钱 把工会总部搞这么壮观 得花不少钱吧 微速环顾了一下大厅 有些惊叹地道 这工会总部起码是十级建筑 最少得十几万金币 璀璨刀光道 牛人部落钱是有的 但是把钱花在工会总部上 实在没什么必要 工会总部不过只是 为了方便大家聚会而已 这座工会总部 是克鲁克斯的地标式建筑 神圣守护的象征 我们走吧 临走之前先把这座工会 总部给拆了 好主意 雷速走到大厅边缘 一根柱子旁边 罩着柱子一拳轰出 轰的一声巨响 这根柱子被一拳轰断 整个大厅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一些碎裂的巨石 从天空中坠落了下来 水色烟头和璀璨刀光 也开始破坏这里的石柱 这座建筑中央的支柱被轰断 站立地身影 墙面迅速地军裂开来 很快就要崩塌了 看到已经差不多了 雷速 水色烟头和璀璨刀光飞快地 从神圣守护工会总部撤出 克鲁克斯东南部的一片广场 这里聚集了大量神圣守护的精英 足有数千人之多 广场的外围 占着几只体型巨大的召唤生物 查清楚了 没有 他们有多少人 盛宴在群聊里问道 报告老大 目前只发现12个人 那城外面呢 有什么动静 没 科隆多城范围内 都没有发现其他敌对工会的部队过来 包括科隆多城周边几个城市 也一样 圣燕宁眉沉思 牛人部落 单单12个人就敢冲进克鲁克斯 他们当克鲁克斯是指胡的吗 开启空间禁锢领域 圣燕下令到 升级到高级城防之后 附带一个特殊效果 那就是空间禁锢 在克鲁克斯要塞之内 所有玩家不得使用传送卷轴之类的物品 唯独只有几个传送阵可以使用 这样 狂贼聂岩这些人进来之后 就别想出去了 随着克鲁克斯城防的开启 一股凝制的力量迅速地扩散开来 所有魔导火炮已经对准了天空 假如聂岩等人召唤出飞行坐骑 就要遭到防空魔导火炮的轰击 另外 克鲁克斯的城墙上也被布置了重兵 加上无数的箭塔 聂岩等人 想要突破城墙的防线 冲出克鲁克斯 就没那么简单了 圣燕下定了决心 绝对不能让聂岩等人跑出克鲁克斯 克鲁克斯作为神圣守护的主要色 被人来去自如 视若无物 神圣守护将颜面尽失 以后 弹劾力威 宝大 魔导火炮准备完毕 箭塔准备完毕 收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 圣燕露出一丝冷笑 这回看你们往哪跑 聂岩等人已经完全被封锁在了克鲁克斯要塞里面 他承认神圣守护 找不到任何一个能跟聂岩等人匹敌的玩家 但是他们就算好 也要把聂岩等人耗死在克鲁克斯里 圣燕刚刚想到这里 只听远处轰的一声巨响 高耸出力的神圣守护工会总部轰然倒塌 整个克鲁克斯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就像发生了一场地震 老大 我们的工会总部被毁了 圣燕朝工会总部所在的方向看去 那里俨然成为了一片废墟 草 狂贼聂岩 算你狠 此仇不报 我圣燕势不为人 所有空气给我集中起来 我不相信 搞不死他们 圣燕握紧了拳头 咬牙切齿地道 聂岩等人 把神圣守护的工会总部打掉 神圣守护算是威风扫地了 这对他们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就在他们说话之际 聂岩已经到了广场外面 聂岩隐藏在广场周边的行道里面 朝远处看去 圣燕等人已经映入了眼帘 看到远处的那群人 聂岩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这次人到的倒是蛮奇的 狂法 嗜血狂刀 破天也都来了 他们这些人跟聂岩已经是老对头了 这广场上至少聚集了两三千人 聂岩一时间也无法出手 只能静待良机 就在这时 远处几十个神圣守护的玩家 吟唱了一段段咒语之后 将他们的飞行坐骑召唤了出来 一直指飞行坐骑腾空而起 大家小心点 神圣守护的飞行坐骑过来了 聂岩在对辽里提醒道 聂岩等人不敢把飞行坐骑召唤出来 因为克鲁克斯这样的要塞里面 肯定布置了很多防空魔导火炮 他们如果召唤出飞行坐骑 很容易就成为防空魔导火炮 集中攻击的对象 也就是说他们 不得不再无法召唤飞行坐骑的情况下 面对神圣守护的飞行部队 聂岩老大放心吧 就算他们的飞行坐骑过来 我们照样让他们有来无回 欲望燃指青春 信心满满地道 晋级顶级职业之后 他们已经可以挑战飞行坐骑了 虽然有一定的难度 但还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对付飞行坐骑这种 巨型生物的手段 聂岩道并不是非常担心 当初他在远古世界 进阶圣影舞的时候 就发现 飞行坐骑并不是特别难以对付 对普通玩家而言 飞行坐骑确实是难以匹敌的存在 但是对顶级职业玩家来说 飞行坐骑 只是稍强一些的召唤生物罢了 他们转职顶级职业的任务里面 有一个任务进度 就是击杀高阶生物 击杀不了高阶生物的人 进阶不了顶级职业 聂岩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了圣燕那边 估计此时圣燕 已经将他恨得咬牙切齿了吧 聂岩等12个人 袭击克鲁克斯的消息 很快地传开了 在玩家们中 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12个人竟然敢闯入一个工会的主要色 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恐怕也就狂贼聂岩 这些人做得出来 论坛上 所有玩家都在关注克鲁克斯的战况 他们很想知道 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当他们知道 克鲁克斯已经被封锁 神圣守护 准备将聂岩等人 耗死在克鲁克斯的消息 不由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样打下去 聂岩等人究竟能撑到什么时候 另外莫内财团知道 聂岩等人被困住的消息 已经调集他们集团下面的高手 赶赴克鲁克斯 据说世纪财团和天使八业那边 也派人过来了 聂岩等人实在太嚣张了 顶级职业玩家的强大战斗力 令这些妄图争霸天下的工会 财团都感觉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于是试图一起将聂岩等人 绞杀在克鲁克斯 想要杀一杀聂岩等人的锐气 聂岩一直没找到机会出手 随便浏览了一下论坛 发现论坛上 关于克鲁克斯之战的讨论 热闹到了极点 上面发布了很多帖子 被顶得老高 标题诸如克鲁克斯全面封锁 狂贼聂岩插翅南飞 坐等狂贼聂岩被围死 聂岩看到了很多神圣守护的马甲 对此不屑一顾 当然也有一些牛人部落玩家发的帖子 一些标题诸如神圣守护工会总部被破 牛人部落所向披靡 不过牛人部落在论坛上发帖的人 还是比较少的 第六九四章 死亡名单 看到其中的一些帖子 聂岩冷笑了几声 神圣守护打架的本事没有 发帖倒是蛮勤快的 牛人部落在论坛上则相对低调很多 因为聂岩向来重逢以实力说话 不知不觉也影响到了牛人部落的玩家们 牛人部落的玩家们 很少在论坛上跟人骂架 看了几篇帖子 聂岩也被激怒了 动手写了一篇帖子 是以他的名字发的 帖子的名字叫做神圣守护死亡人员名单 狂贼聂岩力 帖子上罗列了一个个名字 盛宴 狂法 嗜血狂刀 破天等人都赫然在脸 还有一些神圣守护里 玩家们耳熟能详的人物 这个帖子发到论坛上 玩家们点开之后 都很诧异 他们不理解 聂岩发这样一个帖子 到底是什么意思 盛宴 狂法等人现在依然好好的 在克鲁克斯要赛里 指挥着神圣守护的玩家们 对聂岩等人围追堵截 虽然不明白聂岩的意思 但由于是聂岩发的帖子 有很多人在后面回复跟帖 把这个帖子顶得老高 有些玩家猜测 难道聂岩是想对这些人下手 不过在他们看来 聂岩等人 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能否脱逃都是一个问题 更不用说猎杀圣燕等人了 此时 圣燕正派遣了五六百神圣守护 最顶尖级的高手 朝堂瑶 谢瑶等人所在的方向 飞快地掠去 这片广场上 玩家的数量 锐减了很多 狂贼聂岩 在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 一旁的狂法道 听到狂法的话 圣燕有些疑惑地打开了 论坛 看到聂岩的那张帖子 顿时怒火中烧 冷笑了一声 狂贼聂岩也太嚣张了 他当克鲁克斯是他家吗 聂岩发布的那个死亡名单 其意图已经一目了然了 聂岩想在这座要塞里面 把他们这些人全部杀掉 这里面还有我们的名字 你们说 狂贼聂岩会不会过来 嗜血狂叨叨 他倒是想看看 聂岩到底怎么杀他们 聂岩看到广场上玩家的数量 少了很多 差不多可以下手了 聂岩隐眉在小巷里 吟唱了一段咒语 一道金色的光芒闪过 黄金地龙被召唤了出来 黄金地龙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 一口龙溪朝广场上的玩家们 喷射了过去 距离黄金地龙最近的几个玩家 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龙溪喷中 发出几声淒厉的惨叫 灼热的龙溪瞬间将他们溶解 是黄金地龙 狂贼聂岩过来了 广场上的玩家顿时惊慌失措 一片混乱 一大群盾甲战士 朝黄金地龙堵了过来 盛雁等人发现广场 角落的骚乱 朝远处看去 体型巨大的黄金地龙 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中 他们凛然色变 狂贼聂岩果然如约而至 盛雁 黄法等人相顾失色 盛雁发狠道 不能让他这么嚣张 我们找机会干掉他 盛雁看了一眼背包 里面放置着几十张高级卷轴 和一些图腾类物品 开口道 我给你们几张卷轴 你们等会儿看着用吧 盛雁明白 想要捕捉到聂岩的踪迹 是非常困难的 截杀狂贼聂岩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只能借助道具 看了一眼广场边缘的黄金地龙 盛雁召集了两只飞行座旗 准备堵截黄金地龙 黄金地龙凶名在外 他明白 让普通玩家去对付他 简直就是送死 到最后 被黄金地龙屠杀殆尽不说 还没办法给黄金地龙 造成实质性的损伤 只有飞行座旗 能对付得了 以飞行座旗 扛住黄金地龙 然后再让法师群起而攻之 才有可能把黄金地龙干掉 看到两只飞行座旗 已经到位 盛雁开始组织玩家 在他自己的附近布置陷阱 插上了一些图腾类物品 想要以此诱杀聂岩 黄金地龙 吸引了一部分 神圣守护玩家的注意 盛雁周围的防御 显得薄弱了很多 聂岩看到盛雁 飞快地布置着什么 眼眸中一道鸿芒闪过 真实之言 盛雁等人周围的空地上 一根根隐形的图腾柱 显现了出来 这些家伙 显然已经布置好 等着他出现了 聂岩冷冷一笑 他们不会以为 他会这样傻乎乎地上去踩陷阱吧 他拿出背包里的无头骑士 多罗之骑射 朝广场中央的圣燕看去 目测了一下 距离 大概200码左右 他的骑射弩射程 只能达到120码 他准备用远射搞死圣燕那帮人 谁说盗贼一定要 近身攻击 谁说盗贼的远射射不死人 普通情况下 盗贼的弓弩杀伤性极其有限 只能作为引怪使用 不过聂岩拿的这把 加强行无头骑士 多罗之骑射 完全打破了这个惯例 120码的射程 完全可以无视那些陷阱了 黄金地龙横扫了上百万家之后 被一条风蛇和一只雷鹰纠缠住 暂时无法造成有效的杀伤 不过 以黄金地龙那恐怖的血量 撑住十几分钟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聂岩 前行朝圣燕等人所在的方向靠近 两者的距离从200码 渐渐拉近到了120码左右 圣燕已经进入攻击射程了 距离聂岩站立的位置 不到5码的地方 有十几个神圣守护的玩家 目光四处搜索 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发现 近在咫尺的聂岩 以他们的感知 就算被聂岩靠近到两码之内 也无法发现隐藏中的聂岩 布置完陷阱之后 圣燕等人始终没有发现聂岩 扫视整个广场 狂贼聂岩 不会是不敢过来了吧 嗜血狂刀道 应该不会 以狂贼聂岩的性格 他不会自己食烟而肥的 圣燕道 他的心弦依然处于极度紧绷的状态 已经在脑海里模拟了 无数的战术 怎样将聂岩猎杀于此 见聂岩迟迟没有动静 圣燕将周围的玩家 一点一点少量地撤离 他明白 这些人在这里 起不到一点阻截聂岩的作用 只是一些累赘而已 要是聂岩不出现 他们在这里布置的陷阱就白弄了 圣燕 转头跟狂发等人说了一句话 有那么一点点的分神 在这稍纵即逝的时刻 聂岩瞄准他的咽喉处 扣动了扳机 嗖嗖嗖 五道箭矢在空中划过一条直线 朝圣燕击射了过去 一击完毕 聂岩的身形显现了出来 但是不等身边这些神圣守护的玩家 有任何的反应 他再度进入了前行了状态 掠出几十码的距离 从背包里取出五道箭矢 安装在骑射弩上 再度扣动扳机 动作犹如行云流水 那些神圣守护的玩家 看到聂岩的身影一闪而过 纷纷使用光照术 神之眼等技能探索聂岩的踪迹 但聂岩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再也无处寻觅 圣燕 当心 黄发等人发现击射而来的箭矢 一个个惊呼出声 圣燕本能地转头 发现五道箭矢朝自己击射而来 心头一惊 只听多多多的几声 这几道箭矢命中了他周围不设的防护结界 三道箭矢之后 防护结结动摇了一下 被第四道和第五道箭矢洞穿 光耀护盾 圣燕挥动法杖 给自己加持了一个护盾魔法 喷喷两声 护盾也被穿透 第五道箭矢命中了圣燕 圣燕的头上 飘起了一个六千多的伤害数值 好惊人的攻击 圣燕不禁心头一寒 他的护盾有七十的减伤效果 但是聂岩的箭矢 仍然对他造成了六千多的伤害 简直难以置信 盗贼的弓箭 不是一直射不死人的吗 秦寒之前被聂岩用弩箭干掉 但他根本没脸 把这样的事情告诉圣燕等人 所以圣燕等人 对于聂岩无头骑士 多罗之旗射弩的威力 根本毫无所知 因而事前 没有足够的防范 圣燕还没回过神来 又是五道 箭矢朝他这边急事来 老大小心 旁边的一个战士 发现不对 开启防御姿态 挡在了圣燕的前面 多多多三声 那个战士头上 飘起两个一万多 一个两万多的伤害 瞬间被射杀 那个战士死也没明白过来 仅仅只是三道箭矢而已 攻击杀伤怎么这么恐怖 聂岩的攻击 一直没有停止过 他攻击的频率快得惊人 圣燕身边几个神圣守护的玩家 为了帮他挡箭 连续被聂岩射杀 看着三道箭矢 朝自己的额头击射过来 圣燕就地一滚 这三道箭矢 从他头顶上 仅有一寸的地方射了过去 令他顿感头皮发麻 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就被干掉了 还没来得及站起来 又有几道箭矢飞来 他心里不禁咒骂 这他骂的什么攻击频率 聂岩是在白马之外射击 所以他才有躲避的时间 要是两者距离近一点 只怕他早就被干掉了 眼看着就要被射中 圣燕猛一转头 两道箭矢擦着他的脸颊飞过 靠 圣燕刚骂了一句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一道箭矢穿过他的咽喉 另外一道箭矢 从他的额头射入 从后脑勺穿出 箭矢强大的惯性 将他的身体带飞了出去 8921 17382 一个大大的暴击伤害 从圣燕的头顶飘了起来 血量见底 倒在了地上 圣燕这么快被干掉 令狂发等人恶然 不知所措 聂岩健壮 露出一丝森然的冷笑 这是第一个 他再度进入了前行状态 消失无踪 第695章 伤亡 一个盗贼 又不是裂魔者 远程射杀 居然这么厉害 聂岩射杀圣燕的动作 显得相当果决 后面的牧师们 根本来不及反应 靠 老大挂了 大家堵住狂贼聂岩 神圣守护的玩家们 四处堵截聂岩 但是依然逮不到他 聂岩每次出现的时间 只有那么短暂的一秒不到 每次都是毫无征兆的 突然出现 扣动扳机 然后立即进入前行状态 稍纵即逝 就算聂岩出现在他们身前 他们也没有时间反应 堵不住他 我们要不要离开这里 黄发问道 我们走了 只会留人笑柄 说我们临阵脱逃 嗜血狂刀道 但是总比挂掉好 黄发焦急地道 他语音刚落 五道箭矢已从他后脑勺处飞射而来 黄发急忙一个闪烁 躲掉了这些箭矢 脚步刚刚落地 又有几道箭矢从他的后心直透而来 扑扑扑 剑起一道血柱 一股强大的力量将黄发贯穿了出去 倒在了地上 看到黄发倒地 嗜血狂刀不经 咒骂了一声 场上只剩下他和破天两人了 无法使用随机传送卷轴和回程卷轴 原本是想困住聂严等人 没想到竟成了作茧自负 第二个 前行中的聂严露出了一丝冷笑 目光锁定了一众玩家中央的 嗜血狂刀和破天 接下来轮到你们两个了 盛宴挂掉的消息 很快地传开了 论坛上又是一阵震动 狂贼聂严真的干掉盛宴了 神圣守护那边的人传过来的消息 确认无误 他们得到这个消息 没过多久 又传来了一个消息 狂法也挂掉了 玩家们点开聂严之前发的那个帖子 上面赫然已经做了一些修改 盛宴和狂法的名字后面 都被打了一个叉 代表他们已经死亡 只有发帖者本人 可以修改自己的帖子 聂严在猎杀盛宴 狂法的时候 竟还有时间修改帖子 猎杀盛宴等人对聂严而言 真的如探囊取物一般 简单 银武盗贼果然非同凡响 才没过多久 他们又获取了更多的消息 盛宴等人是被聂严用母舰射杀的 盗贼的远程攻击 竟也这么厉害 完全超出了玩家们的想象 帖子又被修改了 才过了几分钟 盛宴 狂法两个人的后面 嗜血狂刀 破天 还有另外几个神圣守护的人民后面 都被打了一个叉 聂严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兑现自己的预言 被聂严点名的人 在短短的半小时之内 竟已死了大半 玩家们不由感慨 神圣守护跟牛人部落 果然没得拼 这么多人 竟然搞不掉狂贼聂严一个 此时 广场上的聂严 环顾四周 神圣守护那些 被他点名的人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他收起手中的无头骑士 多罗之气射母 朝广场的边缘掠去 在两只飞行坐骑的进攻下 黄金帝龙 已经有些扛不住了 无数的魔法 轰击在黄金帝龙的身上 将他的血量 耗到了仅仅二十步道 风蛇和雷鹰死死地 纠缠住黄金帝龙 不让黄金帝龙 有任何进攻的机会 聂严开启 急峰步 在广场上一列过 朝远处的风蛇扑了上去 骑程在风蛇上的是一个法师 他操控风蛇 从上空扑了下来 砰的一声 风蛇的巨尾 狠狠地甩在了黄金帝龙的身上 将黄金帝龙 撞得亮枪了一步 这只黄金帝龙 血量太他妈的厚了 那个法师惊叹道 他以前从没见过 这么生猛的宠物 战斗力 比只飞行坐骑 亦差不了多少 而且还会一大堆魔法 和被动技能 狂贼聂严 究竟是怎么扬起来的 他话还没说完 只觉得背后一道 寒气透体而来 心头一惊 怎么回事 那个法师还没来得及 有任何的动作 聂严忽然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一记抹喉 锋利的泽恩纳德之剑 从他的咽喉处划过 那个法师被一击秒杀 感觉到背上的主人被干掉 风蛇剧烈地扭动了起来 试图将聂严甩飞出去 聂严挥起 泽恩纳德之剑 朝风蛇的脖子处 狠狠地扎了下去 扑的一声 泽恩纳德之剑 没柄而入 切割 聂严用泽恩纳德之剑 划开 风蛇的背部 被撕裂出了一个巨大的伤口 一道粗壮的血柱 喷射了出来 风蛇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他越是挣扎 伤口越是 火大 风蛇眼看着就要活不成了 旁边骑乘在雷鹰身上的圣骑士 见识不妙 看到风蛇身上的聂严 吓得魂飞魄散 在他看来 以他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是聂严的对手 于是连尝试一下的勇气 都没有了 骑成雷鹰 扭头就跑 这就想跑了 聂严也眸中 骤然闪过一道杀机 左手一伸 射出一道蛛丝 粘着在雷鹰的背部 猛地一拉扯 身体腾空而起 飞越了五六十码的距离 纵身落在了雷鹰的背上 聂严身体刚刚站稳 猛地扑出 泽恩纳德之剑 麾下 将那个圣骑士一剑斩杀 照着雷鹰的背部 一个断戟 十八级的断戟技能 泽恩纳德之剑 火焰大赤 只听嘎嘣一声 雷鹰的脊柱 被声声轰断 发出凄厉的乌烟 从空中坠下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 下面有几个神圣守护的玩家 来不及躲避 被雷鹰庞大的身躯压下 尚未发出任何声音 便化作了几道白光 聂岩站在雷鹰的尸体上 朝广场上看去 一众神圣守护的玩家们 看着杀气凛然的聂岩 竟一个个忘记了攻击 纷纷向后面退去 聂岩打开神圣雇佣 将圣骑士莱福斯召唤了出来 圣骑士莱福斯挥了一下手中的大剑 给黄金地龙刷了几个治疗 令黄金地龙的血量 重新回到了满植 黄金地龙迈开步子 朝广场上的人群冲去 一边倒达 屠杀开始了 整个克鲁克斯到处都是混乱的战场 神圣守护玩家们的伤亡 迅速地扩大 璀璨刀光 雷速和水色烟头 杀进了一些剑塔 将五座剑塔轰塌 队伍中五个法系职业 则用他们的群攻魔法 疯狂地图路 扩大战果 圣验等人从墓地复活了起来 圣验在工会群聊里 焦躁地问道 克鲁克斯情况怎么样了 老大 我们已经死伤了一万多弟兄 他们的魔法太猛了 草 飞行坐骑呢 圣验郁闷地咒骂了一声 面对聂岩等十二个人 他们竟有一种束手无策的无力感 被干掉了五指 圣验心头一沉 空旗居然也不是聂岩等人的对手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他沉声道 把视频发过来 过了一会 圣验接收到了一组视频 聂岩击杀了两只空旗 动作之快令人心惊 再看其他地方 一只狮就在铺击水色烟头的时候 被水色烟头躲掉 用大剑从腹部贯穿 然后被雷速和璀璨刀光 合力轰杀 另外一只双族飞龙 则是遭遇了黑色地狱 欲望燃指青春和耀子 被黑色地狱用阴影 捆腹技能捆住 从天空坠落 欲望燃指青春和耀子 用魔法将其轰杀 还有一只剧毒龙银 则是被泄瑶和带头大哥七仔 用魔法生生轰了下来 这群人太他妈 变态了 虽说克鲁克斯要塞全防御开启 但以聂岩等人这样的架势 怎么困得住他们 妈的 用火炮给我狠狠地轰 一定要搞死他们 盛燕咆哮道 火炮会伤到自己人的 不管了 老大 天使八叶的昂逸天使过来了 总共20多个人 他要求我们配合他们 有玩家给盛燕发来消息道 听昂逸天使的 是 聂岩将克鲁克斯大肆破坏了一通 神圣守护的玩家们 开始躲进了箭塔 炮塔等城防里面 开始用城防火炮 和巨弩等重型武器 攻击聂岩等人 轰 轰 轰 每一发炮弹落下 令克鲁克斯剧烈地颤抖 大家小心点 别被火炮命中了 聂岩在对辽里提醒道 像火炮这种东西 要是被直接命中 只怕连璀璨刀光 水色烟头等人也扛不住 克鲁克斯里面 到处都是飞舞的弹片 尖笑的声音滑破天空 地面一阵一阵剧烈地震动 令人几乎站立不稳 聂岩 雷速和璀璨刀光挂了 水色烟头 在对辽里沉重地道 聂岩接收到水色烟头这条消息 心头一沉 问道 怎么回事 以雷速和璀璨刀光的实力 谁能干得掉他们 是昂逸天使 我们遭了暗算 水色烟头道 他们在突袭一座剑塔的时候 中了昂逸天使等人的埋伏 昂逸天使有备而来 让几个大法师用结界将他们三个困住 若非雷速和璀璨刀光掩护 连他也跑不出来 是那个家伙 聂岩面色异冷 天使霸业的人居然也来了 昂逸天使本人已经转职成顶级职业了 加上天使霸业那么多百级以上的精英 若是他们已有心算无心 确实能暗算到雷速和璀璨刀光 聂岩重重垂了一下身旁一堵石墙 懊恼不已 克鲁克斯这一战开始有了伤亡 第696章 索罗迪失落长弓 天使霸业的人来得比想象中要快 而且他们出行的时候 居然躲过了牛人部落的侦查 为了截杀聂岩等人 昂逸天使可谓是不遗余力 昂逸天使是当前萨特恩帝国两个成功进阶顶级职业的玩家之一 他们有一个顶级职业玩家 还有20多个顶尖高手 而且在璀璨刀光 雷速和水色烟头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偷袭 所以才能一举得手 牛人部落之所以这么快就有了那么多顶级职业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聂岩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转职资料 牛人部落玩家们转职才能这么顺利 昂逸天使能够转职成顶级职业 完全是靠实力实打实的 那家伙前世号称萨特恩帝国第一人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也不全因为技术 昂逸天使身为天使霸业的会长 天使霸业的好东西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水色赶紧回来 所有人往坐标385.283 209集中 聂岩在对辽里道 昂逸天使等人出现在了克鲁克斯 要是他们继续分头作战 很容易被个个击破 所以聂岩要把所有人集中起来 克鲁克斯已经被他们搅得一片混乱 虽说璀璨刀光和雷苏的挂掉 给牛人部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但神圣守护受到了重创 恐怕要从此一蹶不振了 这样算下来 聂岩他们还是赚的 捞到了便宜就撤 免得盈利变成了亏损 不能让伤亡继续扩大 至于璀璨刀光和雷苏的仇 他们迟早是要报的 唐瑶 谢瑶等人听到聂岩的指令之后 都朝指定的目标聚集了过去 其他九个人都安然无恙 聂岩朝广场中央看去 这里至少还有上千神圣守护的人 都是神圣守护的精英 这么一大块肥肉 近在眼前 丢掉 太可惜了 聂岩操纵黄金帝龙 朝那些神圣守护的玩家们冲去 黄金帝龙吐出几段龙语 一道巨型的陨石 朝他们砸了下去 轰的一声巨响 成片的玩家 发出阵阵惨叫 化作了白光 神圣守护的战士们 不敢再像之前那样 围攻黄金帝龙了 每次他们围攻黄金帝龙 都会触发黄金帝龙的反击风暴 几个反击风暴下来 他们就得死一片 圣骑士莱福斯和黄金帝龙的配合 简直可谓是天衣无缝 黄金帝龙在前面疯狂杀戮 圣骑士莱福斯 则躲在后面不停地刷治疗 布什帝干掉几个 冲过来的神圣守护的玩家 神圣守护的玩家们 节节败退 再过二十分钟 一定能将这里的神圣守护的玩家 清理干净 聂岩看了一眼对聊 唐瑶 要是敢对唐瑶等人下手 当心自身难保 就在聂岩和神圣守护玩家们交手的时候 一对人马出现在了广场边的小巷里面 是昂逸天使等人 老大 发现狂贼聂岩 一个盗贼给昂逸天使发来消息道 三个盗贼潜入广场 已经盯上了聂岩 昂逸天使隐藏在一座民房后面 朝远处的广场中央看去 发现聂岩正站在黄金帝龙 和圣骑士莱福斯的后面 老大 要动手吗 一个全身黯金色铠甲 身材高大的战士问道 他正是天使霸业第一站 猎言 除了猎言之外 这里还有很多天使霸业的成名高手 总共27个人 全部百集以上 天使霸业 作为萨特恩帝国的第一工会 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虽说他们没有牛人部罗那么多顶级职业 但他们中有潜力晋级顶级职业的玩家 并不少 他们27个顶尖高手一起出动 要是没点战过 那简直没点出去见人了 除了狂贼聂岩 其他人在什么位置 昂逸天使问道 聂岩的难缠 他是知道的 虽说他们有27个人 不怕聂岩 但是想要将聂岩截杀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银武的速度太快了 聂岩想跑的话 他们根本追不上 牛人部落 其他9个顶级职业 正在克鲁克斯东部 他们9个人聚在一起了 昂逸天使问道 是的 昂逸天使皱了一下 没头 9个顶级职业聚在一起 那就很难对付了 刚才他们27个人截杀璀璨刀光 雷素和水色烟头三人的时候 已有心算无心 还被干掉了两个人 其中水色烟头 冲出他们的包围 跑掉 这样的战果 实在不能令他感到满意 要是同时面对9个顶级职业 其后果就难以想象了 他们27个人 说不定会全军覆没 只有聂岩落了单 那就只能试试 能不能干掉聂岩了 聂岩 你带三个人对付圣骑士来福斯 挑灵 你带洛白他们10个法师 一起搞掉黄金帝龙 剩下的人 跟我一起截杀狂贼聂岩 所有人给我注意一点 你们面对的是狂贼聂岩 不管什么时候 确保自己 五马之内有三个队友 昂逸天使显得相当慎重 他和聂岩不是第一次交手了 对于聂岩的实力了然于凶 他们只有一次机会 将聂岩干掉 如果偷袭不成 那就没有机会了 昂逸天使给圣验发了一条消息 要求圣验用要塞里面的魔导火炮 配合他 圣验接到昂逸天使的要求 时宜了一下 魔导火炮威力巨大 朝城市中央放 肯定会令克鲁克斯损失惨重 但是这时候 已经顾不得这些了 圣验一咬牙 答应了下来 昂逸天使等人 多少位神圣守护 扳回了一点面子 好歹 也干掉了牛人部落两个顶级职业 说不定他们真能干掉狂贼聂岩 如果能干掉狂贼聂岩 就算把克鲁克斯毁掉重建 圣验也认了 昂逸天使 获得了暂时性 控制克鲁克斯所有魔导火炮的权力 他计算了一下射程 总共有五架魔导火炮 可以攻击到这片广场 立即命令神圣守护的玩家 调整那五架魔导火炮的攻击方向 全都集中在了这片广场上 让狂贼聂岩插翅难逃 聂岩正在操纵黄金地龙 屠杀神圣守护的玩家 突然接到了一个语音请求 打开一看 是郭怀的 郭怀这时候 给他发语音 肯定有重要情报 他立即点了确认 聂岩快走 昂逸天使那些人 就在你附近 神圣守护的魔导火炮 也朝你那边瞄准了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郭怀焦急地道 一个玩家就算再强 也无法硬扛魔导火炮之类的 攻城力气 听到郭怀的话 聂岩凛然一惊 目光环视广场周围 朝远处的小巷 看去 远处小巷的出口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 他的视线之内 是昂逸天使 昂逸天使身上的装备 已经焕然一新 一身紫金皮甲 手上拿了一把 巨大的金色长弓 那把金色长弓 长达两码 发出金黄色耀眼 夺目的光芒 看起来十分惊人 看到那把金色长弓 聂岩目光一宁 是他 索罗迪失落长弓 前世聂岩听过他的名号 是百级传奇装备 射程能够达到 惊人的两百码 同时附带一个追踪剑技能 可以精确地追踪玩家的位置 即便进入前行状态 也经常会被追踪到 可以说是盗贼的克星 昂逸天使 可谓是有备而来 这把长弓 是专门为聂岩准备的 昂逸天使一出现 二话不说 抽出了三根长长的箭矢 搭在弓弦上 拉成弯跃状 猛地放掉 三道箭矢宛弱 流星 朝聂岩急射而来 聂岩扫尸四周 有二十多个天使八叶的玩家 朝他这边聚拢了过来 这帮家伙 将聂岩的去路 完全地堵住了 虽说聂岩自己跑掉 还是可以的 但是估计没时间 把黄金帝龙和圣骑士 莱夫斯召唤回来了 聂岩右手称帝 一个翻滚 掠出了五六马 躲掉了三道箭矢的攻击 但是昂逸天使的攻击 没有停止 不停地从背包里 掏出一根根箭矢 嗖嗖嗖 一道道金色的光芒 在空中划过一条条直线 他的攻击频率比聂岩 还要快上几分 毕竟是专业的弓箭手 聂岩这个业余的 跟他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聂岩飞快地闪避 不得不动用了 影之五步的技巧 闪过十多道箭矢 虽说闪避的时候 他还是游刃有余的 但也腾不出手 来做其他的事情了 看到远处的昂逸天使 频频射击 手速惊人 聂岩心道 这家伙 还是有那么一些 活真价实的真本似的 九星连珠 昂逸天使低喝了一声 以极快的速度 连续三次弯弓射击 三个三重剑 九道箭矢连成一条直线 朝聂岩所在的方向 击视而来 九道箭矢飞到聂岩身边的时候 突然转向向下 朝他的腰部扎了下来 箭矢轨道的突然改变 令聂岩心头一惊 翻滚躲避 和影之五步显然不行 他赶紧开启疾风步 叮叮叮三声 疾风步的无敌效果 挡掉了三道箭矢的攻击 聂岩一个侧身 朝右侧略出了一段距离 只见剩下的六道箭矢 没有坠落地面 在空中转了一个圆形的弧度 如赴古之躯 追在他的后面不放 是索罗迪失落长弓的追踪剑 第六九七章 雷系静咒 聂岩迅速地后撤 往后退去的同时 目光锁定了急事而来的箭矢 眼看着六道箭矢紧随而来 聂岩一挥手里的泽恩纳德之剑 一剑斩落 三道箭矢被斩飞了出去 剩下的箭矢很快就要射中聂岩了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聂岩开启阴影五步 叮叮叮三声 这些箭矢命中聂岩之后 被阴影五步的无敌效果挡掉 坠落在了地面上 第一次面对昂逸天使的追踪剑技能 耗掉了两个逃命技能 这样的结果 对聂岩而言 并不是十分满意 就在聂岩躲避昂逸天使剑矢的时候 天使霸业其他人也展开了行动 十多个人 朝聂岩这边聚拢了过来 每五个人为一组 他们中的牧师挥动法杖 一道道光照树飞上天空 白色的光束倾泻了下来 圣骑士们纷纷开启神之眼 狂贼聂岩在那边 草 速度好快 他们才刚发现聂岩 便又失去了聂岩的踪迹 聂岩朝那些家伙看去 天使霸业这些人算得上步步为阴 五个人以上为一组 每个人相聚不超过五马 每一队都配备牧师和圣骑士 他很难找得到机会下手 这些人当中 聂岩有很多都很眼熟 这些家伙 前世都是叱咤风云的高手 天使霸业教科书籍的人物 聂岩看过很多这些家伙的视频 明白他们都不太好对付 就在他们追赌聂岩的时候 以聂岩为首的四个战士 围住了圣骑士莱福斯 将圣骑士莱福斯卡在里面无法动弹 六个法师迅速地包抄 占据六个方位 毕竟正在屠戮神圣守护玩家的黄金地龙 一道道光芒在地上闪过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六芒心阵 聂岩看到远处那番场景 眉毛一条 那些家伙 想要用困腹结结困住他的黄金地龙 对于困腹结结的威力 他还是有那么一些了解的 用得好的话 可以将一只领主级BOSS困住半个小时 是对付BOSS级生物的绝招 眼看着困腹结界就要形成了 在聂岩的操纵下 黄金地龙冲了出去 照着其中一个法师一掌拍下 那个法师眼看着来不及躲闪 一个闪烁闪现了出去 困腹结界暂时被破解 六个法师迅速地调整位置 地面上再度形成了一个六芒心阵 这个困腹结界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可以根据情况调整 黄金地龙一击不忠 发出一声低沉龙吟 喷吐了下去 那个法师吟唱了一段咒语 正要和其他法师一起 完成困腹结界 猝不及防 黄金地龙一口龙溪喷射了下来 躲闪不及 喷的一声被龙溪命中 他被龙溪轰飞了出去 倒在了地上 黄金地龙可怕的攻击 根本不是一个法师能够抵挡得住的 靠 石灰挂掉了 红影快点顶上 一身白色法袍的盛年法师 落白咒骂一声 再对辽理紧张地道 立即有一个法师 过来顶替了之前 挂掉的那个法师的位置 这次他们 不敢再像刚才那么大意了 黄金地龙强悍的攻击 令他们心生警惕 绝对不能被黄金地龙的龙溪喷到 不然会被毫无悬念地秒杀 六个法师的位置 经过一番调整 二十秒之后 一道金色的结界 在黄金地龙的周围形成 慢慢缩小 最后将他牢牢地困扶住 无法动弹 天使老大 黄金地龙被我们困住了 不过 石灰挂掉了 落白在对辽理道 郁闷了一下 居然挂掉了一个人 他们干掉黄金地龙 聂岩还能把黄金地龙重新复活 只是掉一些忠诚度而已 还能养回来 他们却挂掉了一个顶尖高手 这样算下来 还是亏的 那几个法师完成困腹结界之后 迅速地撤离 聂岩看到那几个法师撤开 正准备操纵黄金地龙 冲破困腹结界 天空中突然传来几声奸笑 他面色一变 朝远处的炮塔看去 总共有五台魔导火炮朝这边 发射了炮弹 黄金地龙挣扎了一下 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冲破困腹结界的束缚 五发实心的铁弹 在空中划过道道弯曲的弧线 同时落到了黄金地龙所在的位置 两发直接命中 剩下三发落在了黄金地龙的附近 哄哄哄的几声巨响 一道道烈焰将黄金地龙吞没 聂岩听到了一声系统提示音 低头一看 系统 黄金地龙已经死亡 这帮家伙 动作还真干脆 聂岩握紧了手中的泽恩纳德之剑 手上青金暴露了出来 最终又松开 他挂掉了一只宠物 而天使霸业那边挂掉了一个顶尖高手 相较之下 他不算亏 现在这种情况 天使霸业人多势众 而且都是顶尖级的高手 他基本上别想占到什么便宜 那些法师干掉黄金地龙之后 正准备一起对圣骑士莱福斯下手 聂岩在阴影中吟唱了一段咒语之后 圣骑士莱福斯突然消失 老大 狂贼聂岩跑了 聂岩道 他们已经搜索不到聂岩的踪迹了 草 跑得真快 这些玩家心头压力顿消 有些松懈了下来 你们小心点 所有人不许离开队友无马之外 昂溢天使沉声道 虽然聂岩好像已经逃走了 但他仍然显得非常谨慎 他了解聂岩的性格 聂岩不会甘心 这样退走 说不定就在他们大意的时候 单枪匹马突然对他们发动袭击 以聂岩的偷袭能力 防不胜防 稍有大意 就有可能被偷袭得手 聂岩在外围群寻了片刻 一直在找机会下手 但是这些人没给他任何机会 昂溢天使等人召唤出了飞行坐骑 骑程在飞行坐骑上 腾空而起 这样聂岩就没有办法偷袭他们了 昂溢天使这家伙 终于学聪明了 要是他们这群人 继续在克鲁克斯要塞活动 聂岩迟早能带到机会 搞死他们一两个人 但是他们骑程飞行坐骑 直接离开 聂岩就没辙了 看着昂溢天使一伙人远去的背影 聂岩攥紧了拳头 这回是你来格陵兰帝国 下回就轮到我去萨特恩帝国了 看看我们两个之间谁更狠 兄弟们 我们撤 聂岩再对聊理道 克鲁克斯这个是非之地 已经不能再继续带下去了 否则 很可能会遭到更多的偷袭 他们在这里大闹了一番 屠杀过万 战果算得上相当辉煌 虽然挂掉了两个人 聂岩的黄金地龙也死了一次 但损失尚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聂岩等人准备攻破克鲁克斯的城门 从正门方向撤离 十个人很快在靠近城门的地方 汇集 远处城门边缘 处立着一座座箭塔 神圣守护在城门 附近布置了极其严密的防御 老大 我放的镜照 直接轰掉它们 欲望燃指青春道 得到聂岩的许可 他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站在一栋建筑的后面 开始挥动 法杖 吟唱咒语 一声声低沉的鹰结 从欲望燃指青春的口中吐出 他全身都笼罩在一片白色的电流之中 身体慢慢悬浮了起来 整整二十组鹰结过后 只见天空中乌云大作 狂风呼啸 乌云中夹杂着道道闪电 十道粗壮的雷柱 从天空中轰击了下来 贯穿了天地之间 雷柱在欲望燃指青春的操控下 缓慢地移动 朝城门边那些箭塔移动了过去 箭塔上负责守卫的神圣守护的玩家们 惊慌失措 他们感觉到空气中涌动的电流 远处那十道雷柱 每一道都像晴天之柱一般 给人一种沉重的压迫感 所有触及到雷柱的东西 全部被摧毁殆尽 他们移动过的地面 留下了一道道宽达十多码的深坑 大家快点跑 是雷系静咒 箭塔上的玩家四散逃跑 那十道雷柱横扫了过来 挡在他们前方的十多座箭塔 接触到雷柱之后 轰然粉碎 这十道雷柱没有停止下来 继续往前移动 撞击到城墙上 城墙发出战力的身影 被雷柱撞出了十个缺口 雷柱继续往前移动了一段距离之后 才慢慢消灭 阴沉的天空又恢复了明媚 好的 我们可以走了 欲望燃指青春收起法杖道 这还是他第一次施展范围攻击型静咒 他对这个雷柱的攻击效果 显然相当满意 这个静咒威力不错 聂言道 欲望燃指青春的静咒攻击更加集中 破坏力更强 范围只是比其他静咒稍小一点点 怪不得需要二十组阴结才能释放出来 圣燃望图用剑塔组结聂言等人 却不想 他们十个人 从要塞的正门堂而皇之地离开了克鲁克斯 等圣燃 他们从墓地复活 回到克鲁克斯的时候 聂言等人早已离开了 克鲁克斯要塞里面满目疮痍 要塞正面的城墙完全被烘碎 里面的剑塔也便做了一片废墟 静咒攻击之后 留下的残骸 令他们心头阵阵发寒 圣燃怀着一种悲凉的心情开始 收拾残局 当初神圣守护是何等风光 现在却连自己的主要色都保护不住了 第六九八章 大仙之领地 聂言几人回到牛人部落 知道聂言等人凯旋而回 牛人部落的工会群僚 一下子变得火爆了起来 神圣守护这下算是威风扫地了 看他们以后还怎么嚣张 就是 想想当初 神圣守护派人打到了克里普斯 杀了我们多少弟兄 现在终于轮到他们了 想想就解气 克鲁克斯这一战 令牛人部落士气大增 虽然有几座要色都 正在被秦寒的骷髅大军围攻 但他们一系看到了一些曙光 心中坚定了一个信念 牛人部落一定会赢的 接下来一段时间 神圣守护遭遇了一波退回高峰 克鲁克斯要色都被人端了 神圣守护的威信简直荡然无存 很多玩家觉得他们 已经没有脸再在神圣守护待下去了 短短五六天时间 神圣守护退回的玩家 就多达五六万人 这对牛人部落来说是个不错的好消息 聂严正协调各个工会 抵抗秦寒的骷髅大军 郭怀那里突然发来了消息 光暗帝国那边透出消息来 秦寒正在筹建一个庞大的工程部队 他从各个地方召集了数千生产职业玩家 分成几十组 正在疯狂地建造工程机器 应该会有大动作 他们每天能建造多少台投尸机 估计也就七八台吧 郭怀道 墨内财团的生产能力 是绝对比不过牛人部落的 墨内财团每诞生十台铁甲投尸机 意味着牛人部落能多上两三十台 跟他们拖吧 我们也开足马力 全力建造铁甲投尸机和魔导火炮 嗯 就是材料有些紧缺 到市场上收购吧 至于钱 由我来想办法 墨内财团扩大铁甲投尸机生产的消息 是从光暗帝国内部透出来的 聂严在语音里问道 是光暗永罪本人透给我们的 这小子是在向我们示好 估计他们也觉得跟着秦寒混不长 郭怀笑道 光暗永罪态度 暧昧 很值得推敲 假如能把光暗帝国 从墨内财团分离出来 那墨内财团将会被削弱不少 聂严突然有了一个计划 对郭怀道 让唐瑶 谢瑶和欲望他们多去 关照关照神圣守护 诸神之剑 这些工会的要塞 记住 一定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不能被他们追踪到 墨内财团旗下所有工会的要塞 除了光暗帝国的 都可以去逛一逛 听到聂严的话 郭怀皱了一下眉头 但马上又舒展开来 露出一丝了然的微笑 道 我明白了 我立即发消息给他们 聂严的意思 很明白 他们不停地派人骚扰 墨内财团旗下所有工会的要塞 偏偏放光暗帝国一马 另外 在外面散布消息 说 光暗永罪和聂严之间 有一些私交 这样 估计用不了多少时间 秦涵想不怀疑光暗永罪都慢了 唐瑶 欲望燃指青春 他们收到郭怀的命令之后 兴奋地出发了 他们是非常乐意做这些事情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墨内财团旗下的一些工会 四处遭袭 唐瑶 欲望等人 一般都会强势突进一座要塞里面 大肆破坏一番 在墨内财团的精英团赶到之前 便迅速地撤离 绝不恋战 几天下来 墨内财团损失惨重 而光暗帝国却是毫发无伤 经过这么长时间 一些不安的种子 算是被孽延埋下了 再过一段时间 就会爆发出来 牛人部落相继又有十座要塞尸首 淹没在了秦寒的骷髅浪潮之中 不过秦寒的骷髅大军 也损失了130多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聂岩渐渐感觉到 发动全面反攻的时刻 越来越近了 聂岩做了一些充分的准备 大戴在第七天的时候 他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 系统 尊敬的大先知 经过格林兰帝国 和萨特恩帝国的紧急磋商 您将获得 位于摩洛哥山北面地 阿博内西大草原 那里将是您的封地 在三个月的保护期内 任何人侵犯你的封地 都将是格林兰帝国 和萨特恩帝国的敌人 请您在十个自然日之内 向长老汇报道 领取您的封地 接到这条系统提示的时候 聂岩呆愣了一下 之前刚刚晋升大先知的时候 他并没有听 乔比亚大帝提起封地的事情 他以为 拥有个人封地 是一个传说 没想到却有其事 原来封地不是格林兰帝国 授予的 而要经过格林兰帝国 和萨特恩帝国的磋商 共同授予 聂岩对阿博内西大草原 不是非常了解 搜索了一下官网上的资料 阿博内西大草原 是位于格林兰帝国 和萨特恩帝国交界的一片区域 那里是 一片非常广袤的草原 居住了六个游牧部落 人类部落和寿人部落 各占了一半的领土 偶有摩擦 但是大体还算安定 那片区域非常大 相当于一个卡罗尔城的大小 大概有70多个 相当于村镇规模的 游牧民族聚居点 作为一个领地的领主 聂岩可以在那边任意地点 建造市镇 要塞 可以花钱雇佣那边的土著居民 组建自己的NPC军队 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另外 阿博内西大草原 蕴含着丰富的矿藏 总共有70余处低级矿 30余处中级矿 10余处高级矿 这些矿藏都是聂岩的私产 其他玩家不得挖掘 否则便属于偷窃 会被NPC守军抓去坐牢 聂岩可以自由地建造矿场 并雇佣NPC矿工帮自己挖矿 除此之外 阿博内西大草原将成为牛人部落 进攻天使霸业的桥头堡 因为阿博内西大草原 距离天使霸业的领地 最近的地方 只有两个小时的行程而已 聂岩还要到长老会报到 才能获得封地 获得封地之后 聂岩的封地 有三个月的保护时间 这段期间 其他工会不得进攻他的领地 这三个月时间 一定要好好地利用起来才行 看着官网上阿博内西大草原的地图 聂岩心中已经有了建设的蓝图 不过在这之前 他要筹集一大笔钱 建设一片领地 雇佣大量NPC组建军队 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支 对于未来领地的发展 聂岩不禁期待了起来 这些事情要一步一步开始 聂岩看了一下时间 今天是没什么时间了 他从游戏里退了出来 最近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假期 第一军校 除了大四的一部分学生 都已经停课了 绝大部分人都陆续回家 包括聂岩和谢瑶在内 他们回到了华海 谢瑶去见他的父母去了 聂岩在自家的别墅里 吃了一些东西 然后赶往天下集团总部 这段时间 天下集团业务迅速扩张 忙得不可开交 天下集团的规模 已经扩大了两三倍 不过聂父一直坚持不上市 把天下集团的财权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聂父管理各大公司事务 聂母专管财务 整个天下集团上下 显得井然有序 天下集团的发展速度 令聂岩感到十分惊讶 当然这其中 也有很多他的功劳 虽说牛人部落 最近遭到重创 被秦寒的骷髅大军 破坏了非常多的要塞 但由于很早就有了准备 天下集团在信仰里面的虚拟资产 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损失 前期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有了足够多的资金储备 等骷髅大军被扫清 他们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聂岩驱车进入了天下集团总部 天下集团在附近收购了一大片地皮 正在盖写字楼 旁边到处都是工地 未来天下集团的总部绝对 会比以前大上好几倍 这样的变化 令聂岩感到非常的欣喜 天下集团正在茁壮地成长 应该能脱离前世的轨道了 就算世纪财团 还是像前世那样 对天下集团下手 天下集团 也绝对不会像前世那样 不堪一击了 聂岩坐电梯到了顶层 穿过密集的安保措施 进入了附近的办公室 聂父正低头忙碌着 听到有人进来 抬头一看 发现是聂岩 露出一丝欣喜的表情 今天怎么有时间回来 不会是逃课了吧 聂父嘴上虽这么说 却没有像以前那么严肃 看着聂岩 老怀欣慰 聂岩比以前更高了 最近几天放假 可以在家里玩五六天 聂岩道 父子之间没有那么多话 但他却能感受到 一股平淡却十分真实的温情 前世他错过的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给你母亲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 聂父道 聂母很快地就赶过来了 妈 我回来了 聂岩看到母亲 喊道 回来就好 一家三口 终于有机会团聚了 小岩比以前更高更壮了 聂母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看着慈爱的母亲 聂岩不禁心头触动 眼眶微红 前世他不懂事 子欲养而亲不带 这一世 他又不得不远赴他乡 没有时间陪良老 心中非常歉疚 怎么没把瑶瑶带来给妈看看 聂母问道 他早已知道聂岩和谢瑶之间的事情了 我明天就带他过来 聂岩略微有些尴尬地道 经历了前世的悲欢离合 这样的团聚 对聂岩来说 格外值得珍惜 第699章 晚宴 聂岩和父母聊了一会 聂父和聂母顾问了一下 聂岩在学校里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知道一切安好 便放心了 聂母还要整理财务上的事情 到楼下的办公室去了 整个空空的办公室里 就剩下聂岩和父亲两人 聂父看着聂岩 欲言又止的样子 看到父亲的样子 聂岩立即猜到了父亲想要说些什么 公司第二季度的业绩攀升了五成 业务拓展方面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和业界几个知名的大公司 诸如东岩 银肃等都开展了合作 不过让我有些疑惑的是 以那些公司的能量和规模 应该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 不过最近 他们都主动是好 合作进展得非常顺利 聂父开口道 打破了沉默 聂岩很快就想到了 天王组织的几个人 果然默云天的话 是很有分量的 天下集团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多 那未来在应对危机的时候 就不会像前世那样 轻易被打垮了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最近天王组织的人 有没有主动接触你 聂父看向聂岩问道 在他看来 哪怕被天王组织 吸收为外围成员 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聂岩心头一动 父亲果然已经猜到了 点头道 前段时间 他们中有一个叫雷素的人 主动邀请我加入天王组织 雷素 是他 聂父不禁动容 露出一丝激动的神情 问道 那你同意了吗 聂岩点了点头道 我已经加入了天王组织 核心成员 聂父获得站了起来 声音有些颤抖 聂岩自记事起 父亲都是一个 非常严肃沉稳的人 很少看到他如此失态 难道你觉得你儿子 只能当个外围成员 聂岩笑着调侃了一句 臭小子 敢用这种语气 跟你老子说话 这么大的消息 到现在才告诉我 翅膀硬了是不是 聂父扒了一下聂岩的脑袋 嘴角却是情不自禁地 露出一丝笑容 是靠着自己的实力进去的 想到这里 他也不禁为聂岩感到自豪 能够被天王组织认可 这对普通人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荣耀 聂岩嘿嘿一笑 从小到大 他还是第一次 用这样的语气 跟父亲说话 以前他对父亲 一直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敬畏 但是重生之后 他渐渐地发现 父亲虽然表面严厉 不苟言笑 但实际上 还是慈祥可亲的 聂岩还没有告诉 父亲 天王组织里的墨云天上 将曾经关照过所有人 要大力扶持天下集团 他并不想拿这种事情 来炫耀 以后 天王组织对天下集团的影响 会慢慢显现 天下集团 将会越来越壮大 迟早有一天 他会超越曹旭的世纪财团 今天晚上有一场宴会 跟我一起去参加吧 聂父道 什么宴会 是华海政界高层牵头办的 邀请的 都是华海政商两届的名流 以前天下集团 根本不够资格参加 不过现在 他们已经开始主动邀请我们了 聂父有些意气风发地道 他可以感觉到 天下集团正越来越被重视 我还是不去了 聂言道 他对这种场合 根本没兴趣 去不去 有你 听说 瑶瑶也会去 我也该去见见未来的儿媳妇了 聂父笑音音 地道 聂言翻了一个白眼 父亲什么时候 也开始变得这么老奸巨华了 既然谢瑶会在 那他是非去不可了 聂言帮父亲和母亲 打理天下集团的事务 忙活了一下午 到了临近傍晚 父子两个一起坐车 朝市中心方向急驰 聂父穿了一身鼻挺的西装 显得格外精神 而聂言 依然一身非常休闲的运动装束 年轻人就算 穿着随便一些 也不会引人注意 反正他不是去谈生意的 只是穿着和聂父 显得十分不打 车 开了大概二十多分钟 在一栋非常豪华的大酒店门口 停了下来 百多层的建筑 直入云霄 让人扬指 每一层都在自由地转动 灯火通明 看起来金碧辉煌 是龙岳财团的摩罗之河大酒店 聂言来过这里一次 那一次 因为谢仪的出现 让人多少有点不愉快 像这种高级的宴会 在龙岳财团旗下的酒店举办 间接地证明了龙岳财团背后的实力 聂言对着地方 实在不怎么感冒 不过 既然来了这里 他还是决定上去 临阵退缩并不是他的风格 我们上去吧 聂父看向聂言道 两人顺着电梯 坐到了顶层的宴会厅 167层的大厦 真的是非常壮观 宴会厅顶部完全用钢化玻璃架构而成 头顶便是璀璨的群星 给人一种天空触手可及的感觉 朝远处看去 灯火通明 若隐若现 明明定定地散落在广阔的大地上 宴会厅里灯火通明 宾客往来 显得非常热闹 里面的人大多穿得十分正式 以晚礼服居多 聂言的运动装 多少显得有些突兀 聂父看到几个熟人 跟聂言说了一声 去跟他们谈生意的事情了 聂言一个人闲着无聊瞎逛 在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 悠闲地喝着饮料 环顾四周 荣越财团和正荣财团的人 还没有出现 这次宴会的一些重量级人物 也都还没有到场 过了十多分钟 宴会厅的入口处 陆续有一些人进来 聂言看到很多人纷纷站起来 跟刚进来的人打招呼 神色恭敬 虽然不知道那些人什么来头 但可以确定 那些刚进来的人地位都很高 聂言看到父亲正举着杯 和一些西装革履的人聊着什么 估计是生意上的一些事情 又过了一会儿 聂言看到了谢瑶的身影 谢瑶穿着一袭纯白的极细连衣裙 宛如月光般柔和地 包裹住她玲珑的身材 可爱中透着妩媚 让人一不开眼目 相比那些穿着低胸晚礼服 肆意挥霍性胆的少妇 她显得有些矜持 温婉典雅 毫无疑问 她一出现之后 便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谢瑶不管到了哪里 都是那么的引人注目 谢瑶身边还有几个正容财团的人 其中一个便是聂言上次 有过一面支援的谢姨 其他几个也都是谢瑶叔叔辈的人 看到谢姨 聂言露出了一丝厌恶的表情 想了想 暂时还是不过去跟谢瑶打招呼了 等谢瑶一个人的时候 再说 宴会大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包括谢君 正容财团和龙岳财团的负责人 以及一些政界高官都出现了 聂言朝父亲所在的位置 看去 父亲正跟几个华海的高官聊天 那些官员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而父亲则显得小心翼翼 聂言之前听父亲说起过 这几个高官掌管着出口方面的事物 而天下集团跟进出口方面息息相关 话而言之 那几个人掌握着天下集团的命脉 他们咳嗽一声 天下集团就得感冒 聂言站了起来 朝那边走去 装作散步的样子混在人群中 隐约听到了父亲和那几个官员的聊天 聂总 不是我们几个不帮忙 你们公司的规模太小了 暂时还申请不到配额 态度十分傲慢 聂言看了那家伙一眼 那家伙脑满肠肥 全身都是肥肉 说话的时候 胃颤颤的 让人看着不太顺眼 红局长 我们整理了相关的资料 早在一个月之前就提交了申请 可是一直都没有收到回应 您能不能帮我看看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聂父放低了姿态 十分客气委婉地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得问主管部门 那个胖子爱理不理地道 朝旁边一个人看去 小谢 你们有收到天下集团提交的申请资料吗 好像收到过 应该已经递交上去了 最近递交的资料 多达三十多份 按照上级审核的顺序 你们排在很后面 估计等审批下来 至少要等大半年 耐心地等等吧 聂总啊 那就没有办法了 资格审核并不是我管的 我也 无能为力 劳烦您了 我去主管部门再问一问 聂父心中愤怒 但还是强压住 退了下来 看到父亲过来 聂言朝父亲迎了上去 父亲 碰到什么麻烦了吗 聂言 开口问道 没什么 有些落寞和无奈 虽然聂言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可以确定 问题肯定出在 刚才那个姓洪的家伙那里 聂父看到聂言 正在沉思什么 想了想 聂言已经长大 不能再把聂言 当小孩子看了 叹了一口气道 前段时间 提交了一些申请资料 被那个姓洪的 卡在了手里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伸手要钱 不给钱不办事 要是不给他送点东西 估计资料 根本不会到 上级主管部门那里 聂言也想明白了 那种事情 经常会碰到 看着远处那几个家伙 他恨不得上去 揍那些人一顿 但是他明白 那样做于事无补 还会把事情搞砸 第七百章 隐忧 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 聂言多少有些无奈 虽说这是不合理的 但是这也是一种 游戏规则 有的时候 你不得不屈服 聂言心中愤懑 但是无济于事 算了 聂父苍良地笑了笑 有的时候 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这么困难 虽说他的背后 也能动用到一些能量 但是别人既然敢卡你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很可能得不偿失 聂言和父亲一起 走到了窗边的一张座位上 聂言此时 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父亲 父亲 在军队系统里 待了那么久 脾气十分耿直 让他去给人塞钱 卑躬屈膝 比药了他的命还难受 像刚才那样低声下气 已经是极限了 说到底 还是实力不够 要是背后有足够的能量 根本不用看那些 跳梁小丑的眼色 正在远处 跟几个人聊天的谢仪 发现了聂父和聂言 眼神中 朝聂言和聂父这边走了过来 聂言眼角瞥见 一路走过来的谢仪 目光一凝 手指缓缓捏成了一个拳头 指节上 响起噼里啪啦的爆响 谢仪穿着一身红色的裙子 胸口很低 露出白花花的乳肉 脸上化了浓妆 长长的眼影 显得格外妖艳 不得不说 谢瑶家的血统 还是狠出美女的 谢仪身材非常火爆 但是 看到这个走过来的 浓妆艳母的女人 聂言始终无法产生任何的好感 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我是正容财团谢家的谢仪 谢仪 开口对聂父道 瞄了一眼 旁边的聂言 聂父站了起来 打招呼道 你好 聂言依然坐在位置上 丝毫没有站起来的意思 这是谁家的小子 这么没有教养 谢仪瞥了一眼聂言 听到谢仪的话 聂父有些尴尬 他很纳闷 平时聂言碰到这种场合 应对都会非常得体 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他看得出来 聂言对谢仪十分不感冒的样子 谢仪是 谢姚的姑妈 如果两家成了亲家 少不得会有一些交往 聂父也不想把关系搞僵 没想到天下集团这样的小公司 也会被邀请 不知道这场酒会是谁办的 谢仪用一种非常轻蔑的口吻 一有所指 地道 话里句句带刺 聂父听到谢仪的这番话 脸色十分的难看 之前他跟谢君碰过面 谢君对他还是相当客气的 至于这个谢仪 实在太过刻薄了 不知道是谁发的情节 有没有严格的审核每个人的身份 这小子居然穿了运动装过来 三十多岁 长相有些油滑的青年 在一旁附和谢仪 不知道到底要什么样的身份 才有资格参加这场晚宴 聂父愈怒地道 他是火爆的皮型 还保留着一些军人的做派 终究不像一个左右逢源的生意人 有没有资格 暂且不论 谢家在华海算的上 有名望的大家族 而天下集团 不过是个连爆发户 都称不上的小公司而已 你总觉得谢家会同意 把谢姚嫁到你们家吗 就算我二哥同意 家里的长辈也不会同意 希望你们 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了 聂父看了一眼坐在椅子上 纹丝不动的聂言 便明白了原有所在 原来谢姨一直不同意 谢姚和聂言在一起 所以才会与出客宝 聂父沉声道 你说的这番话 代表整个谢家的意思吗 三十年 何东三十年 何西 天下集团 现在确实是个小公司 没有错 未来 未必比不上正容财团 你们父子倒真有志气 我倒要看看 天下集团 怎么超过正容财团 不自量力 谢姨冷笑道 听到谢姨在耳旁过噪 聂言早就有些不耐烦了 他捏紧了拳头 跟这个女人打口水仗 实在没什么意思 他已经压制不住心中的 怒火了 正准备站起来 把谢姨赶走 站在谢姨旁边那个青年 在谢姨的耳边说了些什么 谢姨脸色一变 瞟了一眼聂言和聂父 转头匆匆地离开了 看着谢姨离开的背影 聂言露出几分疑惑的神情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谢姨走的时候很急的样子 聂父安慰聂言道 坚持自己的选择 这些跳梁小丑 让他们去说去吧 不管怎么样 就算把整个天下集团陪上 我和你母亲都会支持你的 聂父的话 让聂言有些感动 他在心里暗暗地道 不管什么时候 我也会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关于谢姚的事情 聂言还是决定自己去解决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他都要面对 不然亏对老天 给自己这一次重生的机会 就在聂言和聂父说话的时候 大厅里 来往的人都停下了说话 整个大厅忽然安静了下来 聂言有些疑惑 这里的气氛有些怪异 有好几个人 包括谢姚的外公 几个政府的高官 都匆匆朝宴会大厅的门口走去 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了大厅的入口处 聂言看到这个身影之后 心头一震 竟然是他 来人竟然是墨云天上 将 他穿着一身利领 西装 身姿笔挺 英姿飒爽 大步地走了进来 谢家众人 谢姚的外公 和那几个政府高官 都迎了上去 他们笑呵呵地说着 什么 对墨云天上将非常的恭敬 就连那些政府高官 都满脸陪笑 恭敬地在前领目 像谢姨 谢君等人 就只能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 他们连上去跟墨云天上 将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是上面的人 等会儿说话注意一点 聂父小声地提醒聂言道 聂言此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难道告诉父亲 他认识墨云天上将 想了想 暂时还是不说了 墨云天上将挥了挥手 道 你们继续 我来这里不过是找几个人 那几个政府高官 小心翼翼地给墨云天安排了座位 墨云天让他们传话 找了几个人 在座位旁边聊了起来 好像是在谈什么事情 大厅里的气氛 显得拘束了很多 大家都不敢大声喧哗了 可见墨云天的到来 给他们施加了多大的压力 那几个政府高官 也不敢四处走动 就站在距离墨云天不远的地方 墨云天有什么需求 便可以随叫随到 至于谢家众人 则坐在了距离墨云天不远的一张桌子边 小生弟一论着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谁知道呢 看样子 大概有什么要警示 看市长和副市长知道 墨云天上将过来 脸都白了 看情况吧 不该问的 不要问 谢君沉生道 聂言朝远处 墨云天所在的方向看去 惊讶地发现 墨云天的陪同人员里面 华海的市长和副市长 都赫然在练 华海是个直辖市 市长相当于一省大员的级别 但他们在 墨云天面前 居然连屁都不敢放 可以想象 墨云天上将的地位 何等崇高 正在宴会大厅中央的谢瑶 突然发现了 聂言 露出了惊喜的神情 迈不朝聂言走了过来 你怎么来了 谢瑶对聂言道 看到聂父 露出一丝羞难的表情 伯父好 聂父哈哈一笑 点头道 好好好 不错 聂父看谢瑶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聂言的眼光 真的是没话说 他对这个儿媳妇 还是相当满意的 聂父和谢瑶聊了一会儿 谢瑶在聂父跟前 显得相当乖巧 悄悄对聂言做了个鬼脸 看到谢瑶的表情 聂言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 聂言看得出来 聂父对谢瑶还是很满意的 这样 他就放心了 聂父找了个借口 找其他几个生意人聊去了 就剩下聂言和谢瑶两个人 在这里遇到 谢瑶还是相当欣喜的 本来无聊的宴会 因为聂言的到来 不再无趣 所有的烦心事 都一扫空了 聂言 你该剃胡子了 有些渣渣的 来的时候忘提了 聂言呵呵一笑道 谢瑶和聂言轻逆的举动 令周围注意着谢瑶动静的人 陷入了呆滞状态 那个家伙是谁 不知道 不会是谢瑶男朋友吧 谢瑶不知道他的这番举动 让多少人伤心欲绝 远处正低声聊天的谢姨 看到谢瑶的举动 脸上的表情阴沉了下来 一直以来 他都看聂言很不顺眼 他没想到 谢瑶和聂言之间的进展 居然这么快 看谢瑶轻逆的动作 一点都没有不自然 二哥 你也不管管谢瑶 大庭广众 和一个男人这么亲密 传出去 像什么话 谢姨看向谢君道 谢君呵呵一笑 一点不以为意 道 我觉得年轻人嘛 没什么不好的 把谢瑶叫回来 成和体统 桌子上手一个年迈的老者 露出不快的表情道 他正是正容财团的掌舵人 谢宇 谢瑶的爷爷 看 你看老爷子都这么说了 谢姨得到了支持 有些得意地道 谢君看了看上手那个老者 只能无奈地屈服 点头道 好吧 谢君派人去叫谢瑶了 看向远处的谢瑶和聂言 眉宇间露出了几分优色